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悉尼車 五台抽水機 努力抽啊抽 高雄三民這棟社區大樓 因為颱風豪雨 停車場車庫變大型泳池 只是水怎麼抽 似乎都無動於衷 25台樓在高雄 降下了自災性的大雨 造成了高雄三民區 很多地方的這個社區 都是淹水的狀態 像是在這棟大樓裡面 地下三層幾乎是全滿的狀態 即便26號出動了 大型的抽水機具 這水位似乎沒有太大改變 這淹水量6000平方公尺 有3萬個浴缸水量這麼多 車庫從B1到B3都被淹滿 居民愛車在底下 慘變成泡水車 只是讓他們東北調的是停電 非常熱 非常難受 是 應該三五天沒有可能 因為受到豪雨轟炸 地下室淹水影響供電 讓台電搶修困難 三民區的德山街到搖山街 有4000多戶受到影響 至今都還沒復電 家裡其實都OK 就是全部停電 然後整個樓梯下來 全部都是黑的 都是整個摸黑下來 開明颱風帶來的豪雨災情 這裡的居民都想問自己生活 到底何時才能恢復正常 我們看到高雄淹水 真的是相當的嚴重 包括了美術館區 還有很多市區都是淹水 那麼大樓怎麼也會淹成這樣子 左翼一棟大樓滾滾黃水 直接淹進車道像瀑布一樣 住戶們還得組成人牆 合力抵住防水閘門 可是大樓不是都有防水閘門嗎 為什麼沒有效 有些民眾就很困惑 滾滾黃水淹進高雄左營 這棟新大樓的車道 住戶們組成人牆 合力抵住防水閘門 就怕被大水沖倒 這景象也讓不少人震驚及困惑 為何有防水閘門 還淹得這麼嚴重 我們找到一處社區大樓 讓他們示範防水閘門的裝設 而這平常不使用時 必須就近放在地下停車場 少要兩到三個人 主要是因為他在裝的過程當中 需要有人在旁邊輔助協助 一個閘門要弄得好 大概15分鐘 閘門板很長 至少需要兩個人來搬 因為是組裝式的防水閘門 得來回兩三趟才能搬完 之後再將閘門板卡在車道 兩邊的架子上 就大功告成 社區總幹事說 雨水灌進高雄大樓地下室 他研判有可能是 就是閘門放的時間太晚 因為水會有一個水壓 當我的水壓已經到一個地步的時候 我連人都站不穩 更不要講說我要把那個閘門給架上去 所以他們在架那個閘門的時候非常的辛苦 你可以看到一堆人 那因為啟動防水閘門 它會有個兩難 比如說我把閘門整個放下來之後 車子進不來 相對也出不去 社區總幹事黃先生說 當大雨不停時 他們會觀察馬路上的水排的速度 如果開始積水就要當機立斷 放防水閘門 不能怕被罵 而且還得雙管齊下 除了防水閘門 會建議大樓一定要另外再準備砂堡 砂堡也很重要 因為砂堡比較輕便 當我雨開始變得很大的時候 我們可以先用砂堡做因應 先把砂堡拉出來 後面防水閘門另外一組人 再跑去做防水閘門的動作 兩邊雙管齊下 那這樣子就比較能夠把水 擋在你的地下室之外 我們要知道防水閘門 它最大的功能只是把水擋在外面 它並不是完全的讓水進不來 只是讓水流的速度變慢 慢慢慢慢的滲進來 也就是用時間換取空間 不讓水猛灌進大樓停車場 將災害控制在小積水範圍內 不會水淹車 而其實現在面對極端氣候的威脅 強降雨帶來的治災性淹水 也將會越來越多 全台灣老舊建物多 就要更小心 我們現在城市面臨兩個不同的類型的建築物 一種類型的建築物 比較這個在法規之後的新的建築物 就有防水閘門的設計和配置 從一開始營建規劃之初 就已經把它設計進去了 所以就有 那既有了大量的老舊建築物 是沒有防水閘門這個設施的 實際上90公分有沒有用 當然小煙有用 如果大煙沒有用 那要靠什麼 靠整個都市的防洪系統 台灣物業管理學會理事長郭忌子表示 會不會淹水除了建築物本身得有準備以外 還有城市防洪規劃 海綿城市的打造相當重要 例如說像新北市以前西子地區很容易淹水 但是經過我們的整治之後 現在就解決了 這個解決不是靠建築物本身去解決的 而是靠整個城市的防洪系統 綜合性的建構才能夠解決 必須有備無患 台北市鼓勵民眾在建築物出入口 設置防水閘門 減少因颱風好雨積水進入住宅造成損失 2024年開始放寬補助計畫 是全台灣第一個全額補助的縣市 過去申請件數最多是在2021年216件 因為有強降與淹水災情 而2023年零件申請 2024年開始大幅成長 我們這個補助的對象啊 其實就是針對曾經有淹水記錄的這個住戶 那或者是居住在水災災害前市區域的部分 那我們今年度這個專案開始實施之後啊 我們統計到今年的7月初 總共的申請案件數已經有到達363件 有些民眾認為裝防水閘門 代表建物容易淹水會影響房價而不申請 但面臨極端氣候應該要調整心態 保護生命財產 大家是在同一條船上 TVBS新聞 萬華麗王一傑特補導 好 我們看到這次南部城的重災區 為了要提高防洪防災的應變 水利署在兩年前開始結合AI辨識 將全台8000多個監視畫面做AI辨識 每一旦畫面不到一秒鐘就能夠判斷 是不是有淹水 減少人力跟縮短的時間 也可以及時調配救災 另外在河川也有設置AI辨識 而南韓的情況我們也來看看 民眾拿著刷子奮力掃水 但怎麼掃水依舊沒有退 高雄南紫區在凱米颱風走後 雨是忽大忽小 路面積水的情況還很嚴重 三民區也同樣發生路面有小河的慘況 從市中心到郊區都有嚴重淹水 24號到26號上午8點 累積雨量排行前20名中 高雄就佔了8處 屏東也有7處 其中高雄市茂林區 累積雨量更達到1824毫米 雨量很驚人 降雨量難預防 但對淹水後續救災 AI防洪就能提供大力協助 在氣候變遷影響之下 像是颱風或者是梅雨季 都可能會出現極端降雨的情形 而水利署的水晴影像雲端平台 在兩年前也結合了AI辨識系統 可以及時知道全台縣市 有哪個街道是有鹽水的情形 來節省通報時間 透過AI辨識 我們可以知道說 這個畫面的這個區域 紫色線的這個區域 可能在淹水 畫面中每個路段都有及時影像 透過AI辨識 一張圖不用一秒鐘 就會圈出路面淹水的範圍 從8000多個監視器畫面中 快速找出淹水區域 才能立刻啟動救災 111年的時候 我們就已經開始著手 研發這種CCTV畫面的AI的辨識 因為全國我們借接了 8000多支的CCTV 讓它自動AI去辨識說 哪些的畫面 它裡面是有淹水的 那經過它AI辨識之後 它會把它挑選出來 再給我們人員這邊 來去做一個確認 跟災情的一個確認跟查報 看是不是要出動抽水機 就可以在第一時間 也不用等民眾來通知 除了監視畫面回傳 另外在一淹水地段 設置2072部淹水感測器 多一層掌控 節省時間和人力 才能因應颱風 毫大雨的危機處理 各地核傳水位 也能透過AI來監測 我們在現場畫了一個水池 然後透過AI它去辨識說 現在的水位大概在哪個地方 就可以去辨識說 現在的一個水位的高層 我們就應用AI去做氣象的報告 或者做水利水資源 淹水防洪以及水資源利用 都一個非常重要的工具 那這個基礎的資料庫要多 而且要能夠精準 所以說基本的資料是非常重要的 數位化管理水災風險 塗資和淹水淺室圖資 徵喝應用創新技術等等 用科技防災 但仍然也有漏網之餘 未來也得升級AI防洪辨識訓練 才能提高到百分之百的準確度 因為現在還在AI的訓練當中 所以它有時候 還是會有一些小小的錯誤 但未來我們透過更多的 一個淹水的畫面的一個訓練 這個AI的準確度會逐漸提升 所以我們就可以不用一個 一個一個畫面 去看用人力來監看 不只災害當下的AI系統 災後的濃損應變也很重要 系統上就是一條溪流 那我們鎖定的區域在這個河旁邊 那我們可以看到說 最近其實有大潮的現象發生 然後又漸進又有颱風 那我們可以透過我們的系統 可以看到說這個地方的水位 其實是逐漸高漲的狀態 那其實這個現象 就可以讓當地的居民 去做即時的應變的處置 透過大數據分析 AI演算 資料匯流整合 運用資料把經過好雨後的農地 做分析 即時掌握土壤水含量 以及農地健康度 也可以透過我們的AI模式 去知道說 那什麼時候有可能會發生 就是水災的情況 對 那這些的資訊 其實應該還是會回歸到 就是由政府的水溫預警系統 去發布這樣的告警 那這樣子才能夠 跟後續的災害應變系統 去做串聯 極端氣候難以預測 天氣預報 災防系統 AI將是未來趨勢 提高城市防洪效率 把災害降到最低 即閉閉的新聞新聞 想留意軍台北採訪不到 全球暖化 讓南極跟格陵蘭的冰蓋 迅速融化 海平面上升之後 全球就更容易發生洪災 科學家預估未來30年 海平面上升將達到25到30公分 而發生洪災的機率 將會高出10倍 像這次凱米颱風 因為異常的豪大雨 再加上遇到大潮 過去不容易淹水的地方 也都淹了 像是滾滾河水往下奔流 但是這其實不是一條河 而是極為珍貴的 格陵蘭西部冰蓋 這是知識知名氣候學家哈伯德 在7月20號拍攝的畫面 在接連幾天暖天後 格陵蘭冰蓋的冰一去不復帆 而兩極的冰蓋及冰川消逝不可逆 更會造成幾大傷害 最令人擔心的就是 在冰川底部 溫暖的海水正逐漸的 讓冰川以及熔冰 結下的浮冰層迅速消融 有加拿大學者就發現 溫暖海水已經滲透到冰河底下 最深達12公里處 近年來由於全球極端天氣災害頻傳 讓海水暖化對冰蓋消融的科學研究 備受關注 如果以簡單的概念來理解 南極的巨大冰蓋 和北極近八成由冰雪覆蓋的格林蘭 所擁有的冰就像平衡地球氣候的精準一系 但是最近幾年 因為降雪異常 加上冰川快速融化 使得一氣失衡 讓地球的海水以及大氣都出現了異常 而這些冰川只要一開始融化 就是難以逆轉的加速破壞 在科學家計算的模型裡 西南極冰蓋溶化速度至少比上個世紀快了三倍之多 尤其是阿蒙森海的水溫異常 更對南極冰川造成最直接威脅 而這更會導致海平面上升 根據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預估 本世紀末海平面上升將達一公尺之多 全球暖化之下海平面上升速度會加快 三十年就會上升三十公分 會更容易出現暴潮和海岸洪水 另外中小型洪災的機率 更會比以往高出十倍之多 換言之 過去不常淹的地方可能會更容易淹水 而地勢低洼的地方就面臨了消失危機 像是在太平洋島國土瓦魯 就是一個國界正被海水吞没中的國家 又或者是像這一次的凱米颱風 高雄在幾個小時的強降雨之後 就變成了泡在水中 國際間光是在這兩個月就有許多例子 6月中美國佛州因為有暴風系統 掃過佛州南部 結果當地因此進入緊急狀態 智利也因為罕見暴雨 國內六個地區進入緊急狀態 西班牙的馬約卡島 瑞士 南韓也是洪災頻傳 海平面上升 已經讓全球各地的氣候防災能力 是更為脆弱 TVBS新聞綜合報導 而美國北加州這邊則是野火快速串燒 短短4小時燒掉了相當728座 大安森林公園的面積 這場大火還在持續擴散 甚至從外太空都看得見 另外加拿大也有野火發生 會在西部的傑士博國家公園 也被燒到光吐吐 攝影機劇烈搖晃 驚險直擊 民宅爆炸瞬間 另一個角度 鏡頭也拍下巨大火光 這宛如地獄般紅彤彤的地方 就是陷入野火災情的北加州布特郡 有目擊者說爆炸前一次聽見瓦斯外洩 當地民眾連夜逃難 但道路兩旁卻是火蛇逼近 前方濃煙密布 場面相當嚇人 這場名為公園大火的野火 在高溫強風下 還在快速燃燒 報道稱大火短短四小時就燒掉四點五萬一亩的土地 相當七百多座大安森林公園 週三開始的野火也等同平均每分鐘燒掉50座美式足球場 光是美國西岸就有88起野火震在發生 當地火師之猛連太空中都能清楚看見 紅色火光的範圍短時間越闊越大 還往右側飄散大量濃煙 大火已導致至少4000人撤離 還有馬兒落難 不過同一時間加州警方也逮捕42歲男子 指他在前一天涉嫌將起火車輛推入溪谷 但是否是野火主因有待釐清 美國國家森林協調中心統計 截至七月二十五號 美國今年已發生兩萬六千八百多起的野火 燒毀面積至少360萬英畝 這個數字其實已超越2014到2023年同日期之前的平均值 同一時間加拿大也慘遭野火蹂躪 海者哭亞伯達省省長史密斯 工作人員趕緊送上面只安慰 因為當地知名傑士博國家公園一片光凸凸 恐怕重闖觀光 加拿大至今也累計發生至少965起的野火 但不只北半球相關災情還出現正值冬天的南美洲玻利維亞 因為連日干旱也有野火發生 短短兩天燒掉1400公頃面積 除此之外歐洲意大利的東南部和西班牙北部的阿拉共都有野火發生 更慘的是西班牙正值高溫熱浪 街道溫度器出現驚人的47度 建築工人叫苦連天 聯合國秘書長古特瑞斯最新警告 人類正面臨極端高溫的大流行 全球超過攝氏50度的地方隨處可見 他呼籲人類應該戒斷化石燃料成癮症 否則氣候變遷的病兆只會逐漸加深 野新聞 綜合報道 至於今天十點不一樣精選 我們帶你來看 水淹南台灣有民眾的這個畫面 是開著電動車強行通過淹水區域 卻沒想到水直接滲入車內 儘管電動車的設計使得 它防水能力其實是優於油車的 專家還是指出說 硬要開電動車涉水 短路的風險依舊非常高 而來不及移車的車主 如果想避免電動車泡水損壞 最好不要讓水高過半個輪胎 風雨中開車上路 電動車內就像個高科技堡壘 不吃油 沒有引擎 不需進氣驅動 更不排廢氣的設計 就算涉水而行 本該萬物一時 特斯拉它前面 還是會有一個進氣口 那進氣口其實是給冷氣的 那從那個影片 跟它儀表板上面的 那個標示看到的話 它的訊號指示來看的話 它基本上它是已經有開了內循環 所以它進水程度是 其實那樣子算是很少很少的 如果它開外循環的話 那個可能水是用倒的進來 空調一秒變水冷 原因情非得已 開密颱風帶來志在行強降雨 讓高雄市區主要幹道 變成一片汪洋 駕駛冒險穿越 還好車體沒馬上斷路 如果我看到前方路面積水的話 我可能不管多遠 我都會想辦法繞開 油車前面是引擎嘛 所以遇到這種狀況 可能油車就壞掉了 電車前面是行李箱 可能沒有這個問題 但是因為電車的底盤 全部鋪滿了電池 在我們認知裡面 電當然就盡量沒有碰到水嘛 類似案例並非首度發生 警管品牌執行長馬斯克 曾公開指出旗下電動車款 就像船一樣在水上飄一段時間 同時維持前進 只是不但官方不建議 車主們也不想拿愛車開玩笑 他是建議是在輪胎的中線以下 就是你不要淹過半顆輪胎 基本上他都沒有事情 如果是來不及移車 該怎麼自救 專家建議以輪胎為目視檢驗基準 當泡水處達輪胎四分之一 甚至一半高 第一步都是先關冷氣 減低通電 若道路條件還能行駛 試著多輕踩煞車 先讓煞車系統回復正常 不然就是盡可能請脫掉移車 如果泡水高度已經超過輪胎中心線 或是高過車身 回原廠檢修再啟動 才是上測 鋰電池通常大部分會發生 真的會發生燃燒跟爆炸的 通常都是會遇到穿刺 就是遇到其他的堅銳物品穿刺到電池槽裡面 才有可能造成這種狀況 那基本上泡水的話 基本上是比較沒有發生這樣子 通常泡水的情況就是短路 短路就是冒煙 那造成說整個車子的電池是 大電池是無法使用的 傳聞中鋰電池可能因為潮濕進而起火 專家如今破除迷思 不過前提是電瓶本身不能有破損 充電樁概念一同 其實電樁他們只要是符合CNS法規的 然後有經過BPC認證的 那在國內他都會經過一定的防水防塵測試 反而是比較需要注意到的是說 像它的管線 或者是它的配電盤箱體等等 有沒有確實做好防水 它如果配電盤跟箱體進水的時候 反而比較容易造成線路的短路 跟發生危險這樣子 不過裝體是本身是還好的 高於油車的防水機制 仍不等於電動車能水路兩用 它是一台車子不是一艘船 所以它比較沒辦法 它其實在水面上飄的情況之下 它沒辦法控制方向 那再加上它電池裡面其實是有透氣孔 如果說透氣孔真的進水的話 那它電池模組有可能會造成短路 或造成說故障 那我覺得這樣子是有點得不償失 畢竟購車金額已經不是小數目 像有些部分啊 像你的南瓜啊 有時候可能會有邊角 像那種客道的啊 你們可能稍微再秀一下 對食材品質嚴格把關 這間精品火鍋店注重任何細節 蔬菜都是有機的 水產用的是活體海鮮 只是在通膨壓力下 對店家經營來說 成本持續上升 波士頓龍蝦之前正常的進貨成本 差不多在900多塊 那之前前年初的時候 一路飆漲到差不多12001300 對這個漲幅差不多接近快 三四百塊的部分 蔬菜的部分因為最近夏天嘛 天氣太熱了 因為很多菜都種不起來 所以它蔬菜其實 因為種不起來的關係 所以蔬菜成本一直在上漲 尤其是番茄 跟一些比較冬天的蔬菜水果 它的漲幅就比較近了 食材通膨擋不住 還有缺工問題 員工薪資不斷往上調 才找得到人 加上電費租金支出 一分一秒持續攀升 營運挑戰越來越大 很多就是因為人事嘛 然後食材成本 他們不得不漲 那我們目前的話 我們還可以抵抗這個通膨的部分 所以我們就選擇不漲 但我們未來不排除會漲價 除了直接漲價來反映成本之外 還有很多的方法 首先提升營運效率 AI化自動化都是必然的趨勢 加強控制成本 導入ESG的經營理念 減少食材浪費 根據主機總處最新公布 六月消費者物價指數CPI 年增百分之二點四二 是四個月以來的新高 在大通膨時代 台灣薪資上漲速度慢 絕大多數壽星階級 實質收入變少了成通膨受害者 面對嚴峻的通膨壓力 政府拋磚引玉 要替軍工教加薪 政府帶同加薪 明年軍工教人員 渴望再調薪 幅度上漢百分之四 不過有學者認為 這個時候加薪 可能會形成通膨螺旋 陷入薪資物價 螺旋式上漲的惡性循環 通膨螺旋指的是 隨著物價水準上升 民間企業加薪 引發薪資不斷成長 雇主只好提高商品售價 轉嫁給消費者 進而推升物價攀升 財經專家就認為 目前來說 無論調幅多少 勢必會推動物價往上調 比如軍工教條 因為我們十幾年都沒有調過了 這個十幾年都不調 這個帶來的壓力就更大 目前來講的話 幾乎全世界很多國家 都面臨同樣問題 我們看到很多的工會運動 大家感覺到要加薪 各式各樣的這種要求 都是在通膨的這個情況之下 所浮顯的 不過台大國發所副教授 辛秉隆抱持不同看法 認為軍工教條薪 對物價衝擊較小 原因是人數不多 加薪幅度不高 加上軍工教人員 人格特質穩定 較不會因為加薪 大幅度增加消費支出 也提到 就算企業更進 幫員工加薪 但在企業成本中 人事成本占比相對低 不會是主要的成本壓力來源 那以工部門調薪來講的話 它應該不會產生 通膨螺旋的這樣的一個效果 原因是第一個 工部門的雇主就是政府 政府不會因為我給工人員 加薪了以後我的成本增加 然後就去調高物價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過去有做過一個實證 以企業的成本比例來講的話 人事成本的佔比 佔整個成本的比例並不高 眾所謂比較勞力密集 比我們一般講 這個餐飲業 或者是所謂的這種 所謂的零售業 坦白講 它的整個的成本結構裡面 人事成本的佔比 大概大概三成到四成頂多 它確實價格會上去 可是這個價格上去 有多少是因為基本工資 所帶來成本的上升 我覺得這個可能要再斟酌了 通膨率太高 經濟有可能陷入通膨螺旋 政府帶頭加薪 利益良善 畢竟台灣低薪也是事實 但如何兩全其美改善薪資 同時避免通膨加劇 考驗政府的智慧 TPBS新聞 劉立成黃冠偉 留言宣 台北採訪報導 再來看最近中國大陸 很夯的一個關鍵字 叫做反向消費 抠門經濟 不少年輕人都在網路上分享 自己如何省錢 甚至還有美食博主 每個月花300元人民幣 都引起不少人觀看討論 有年輕時代也觀察到了 以前說抠門好像很沒面子的事情 但是現在不一樣了 對著鏡頭分享每天準備早中晚餐的過程 不管是鍋巴飯還是乾麵 都是精心調配不馬虎 重點是分享的不僅是美食 還教你怎麼省錢 而她嘗試用300塊人民幣生活費過一個月 折合新台幣1345元 每餐的花費斤斤計較 近來中國大陸正刮起這樣的抠門旋風 甚至邀請朋友一起來報復性儲蓄 我發現有一個趨勢跟以前不太一樣 就以前我們覺得說省錢或者是抠門 是一個需要藏著掖著 不可以告訴別人 就是很沒有面子的事情 但其實近幾年我們會發現 大家其實現在尤其是年輕人 很熱鬆去分享自己的一些省錢妙招 我們可以看到就是在比如說小文書 抖音或是其他的一些社交媒體平台 一些教大家有省錢的帖子 往往它的流量是非常非常的大的 點贊是非常非常的多 而從儲蓄這一點再仔細看 除了能審責審之外 更重要的是年輕世代的消費模式 正在逐漸改變 不再追求高品質又昂貴的娛樂消費 反而轉向追求性價比 因為我經常拍片子嘛 我會買一些無線的麥克風 以前我可能買日本牌子的 一套下來要六七千 但現在我買國產的牌子 可能只要兩三千 甚至體驗比原來的那個 國外牌子要更好 所以其實大家也對那種大品牌的 那種迷信啊 要越來越少 所以其實現在大家會熱衷 用平替我覺得可能也是這樣的原因 在上海經營自媒鐵 他向我們分享了自己的使用經驗跟觀察 但對比 紐約聯邦儲蓄銀行有報告指出 信用卡貸款高達了1.13兆美元 有觀察發現 美國Z世代似乎依舊看重享樂文化 不過這僅僅是一部分 因為現今有不少社會新鮮人 對於儲蓄認為需要未雨綢繆 扣掉我的交通費月票一千二 然後再成語我可能確定好 我會去學校幾天 然後我就成語那個吃飯的天數 然後再成語我預估自己一餐吃 可能一百五十塊 然後扣掉交通伙食再加上 我強迫自己一個月 一定要固定存多少錢 就譬如說如果有六千塊的零用錢 那我至少要存兩千 扣完之後剩下的錢 才是我可以去做其他運用 從大學時期就開始有打工 實習經驗 因為是住家裡 已經可以省下一筆房屋租金 其實能支配的現金 比起其他同學們更多了些 不過他同樣秉持著 每個月都要逼自己存錢記帳 你可能會想要做投資 像現在的什麼ETF 股票 也都是一個選擇方法 再來就是怕有什麼意外狀況 就譬如說你突然臨時生病 受傷 你需要很大一筆存款 那我希望我能做到就是 我在碰到任何意外的時候 我有能夠自救的方法 購物時也都是貨比三家 認真比較後選出高CP值的 更加理性跟謹慎消費 近期也常看到商品廣告中出現 平替品 專家就分析 現在年輕人不是摳門 也不是死守荷包 反而看重的焦點跟以往不同 平替品這件事情 很多人都會想到平這件事情 也就是比較低價的選擇 可是平替品事實上的重點 是在後面的替 也就是說低價的前提 要能夠替代的話價值是 價值或者是品質是一樣的 所以平替品這個現象的興起 事實上代表的一件事情是 消費者重視的是實質的價值 或者是比較具體的價值 對於年輕世代而言 昂貴的商品並不代表 一定就是最好的 更強調品質 既然都能達到同樣效果 就能被認同 不管是報復性儲蓄 還是抠門消費 對比以往不同的態度 都是展現價值觀跟消費觀的轉變 做自己重視 個人風格才是年輕人追求的 獨特痛調 TWB的新聞 吳俊宏歇倫新北市採訪報導 來看現在南韓房價越飆越高 首爾松坡區大約15坪的公寓 開價3780萬台幣 甚至有人才買了半年 房價漲了500多萬 高房價的現象 還從首爾的淡黃區往外圍擴散 除了新建案變少 推高房價還有一個原因 就是屋主預期他還會再上漲 先擺著不賣 代售房屋更炙手可熱 人生尋求無形力量指引 迎接傳統薩滿巫術 越來越受南韓年輕人關注 反映出他們的心理不安 這不安的情緒從何而來 就是物價瘋狂飆漲 民眾連吃飽穿暖都不夠 大城市房屋通膨下 生活被壓得喘不過氣 安居樂業成了妄想 我們所有的夢 我的家 無論參與者中的65% 我願望的家 想要的期間 才想要的 投票給你 有網友發文求助 希望南韓政府改善住房政策 因為再怎麼努力工作 薪水都交給了房東 更別說想在首爾淡黃區 買一套自己的公寓 工作費沒問題 住房子不可不可 住房子必須 住房子必須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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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足 翻開首爾房價數據 光是這一周就上升了 0.3% 創五年十個月來最大漲幅 其中六個區域的高級住宅 以成東區和松坡區漲最多 成交價增加了0.52% 松坡區 大規模的家庭 全面積49제곱m 是以來 16億元的 倌來 新市場 松坡區這棟公寓 同一層樓才不到半年的時間 就漲了2.3億韓元 大約545萬台幣 房地產價格 劇烈波動 高級住宅的成交價 更是履創新高貴的嚇人 居高不下的房價 從首爾開始蔓延到首都圈 民眾即便想趁低價入手 但賣房的屋主看準未來漲勢 不少人推遲出售 短期投資客紛紛收回房屋不賣了 專家認為這股房市銷售萎縮將會一路持續到明年 而下半年預估南韓央行有望降息 屆時買房需求將大於賣房 但目前人力和建築成本漲價 建築工地開工率大跌 建築業威靡不正也讓房屋供給停滯 想買房還得看有沒有得買 部分消費者憂心忡忡 房價持續飆漲再也回不去 自己就變成空殼族 現在最怕的就是消費心理大眾恐慌 購買情緒下會促使房屋價格掀起新的高峰 首爾江南豪華地段天價公寓 一開放競標吸引超多人關注 認為早入手就算賺到 除了競標成為買房新選項之外 南韓年輕的MZ世代 比起買老舊房屋等待日後改建 他們更喜歡新建公寓 新的建案詢問度大增 還因此出現流行雨 將南韓人愛喝冰美式的習慣 融入在不動產市場 顯示對預售屋還有新房的熱愛 不過面對房市混亂 南韓政府現在也祭出新的對策 來穩定價格 透過擴大公共住宅的供應來彌補市場的需求量 預計將會開發超過14萬套住宅 不過政府官員暗示房市亂象是前朝政府留下的爛談詞 過去政府打房不利 今年又因為通膨等各項因素 讓南韓人想擺脫高房價似乎還是看不見鏡頭 TVBS新聞綜合報導 還要來看隨著景氣回溫以及AI浪潮的來臨 2024年到2027年的平均 用電量將會成長2.5% 我有一個AI folder 還有三個不同的AI 那假設我今天就是想要來請就是AI來幫我看看 我的query有沒有寫錯 那我可能就copy pass我的query 然後我就貼在這邊 然後我就說 Please duly code review 身為新時代的上班族 不少人都已經像VV一樣 工作脫離不了AI的輔助 我以前就是在做 比如說比較HR相關的工作的時候 那時候我就發現就是很多人 會每天來問我很多重複性的問題 那我光回答這些重複性的問題 我又浪費我很多的時間 所以我那時候就是用ChatGPT 然後去做了一個bot 然後簡單來說就是把我們公司所有 跟人資相關的問題的檔案 全部未使給這個ChatGPT 然後去訓練它 把它變成我的一個AI助理的概念 重複又繁瑣的問題 過去以人工回答 都要耗很多時間 更壓縮了其他的工作 為了有效的將自己的產值最大化 少不了AI的協助 不過除了一般使用者之外 現在許多的科技業 也都在搶建大型AI資料中心 就怕會為已經吃緊的電力賣一下隱憂 能源署2022年度用電資源報告當中 提到了未來的7年用電的成長率 會是在2.03% 不過因為景氣的復蘇 還有AI浪潮的原因 因此上修了2024到2027年的用電量 能源署將2024年至2027年的平均用電 上修2.5% 2028年至2030年則可能成長2.8% 以此推估至2030年用電將成長12%到13% 因為現在正在處於一個軍備競賽的狀態 所以今天很多的公司當你做了一些AI的應用之後 那它也會做 然後即便現在有一些新的比較節能的架構出現 那大家也會想辦法去把它的運算量用到最大 甚至去做一些擴容 所以最終來講它的耗能又會在這個 因為你多蓋了幾座 所以其實耗能還是會做增加的一些狀況 AI現在大概有兩種方式 我們講的是全球的去中心化 可能是由不同的國家 不同區域 他們會蓋所謂的Data Center 資料中心來統一提供算力 這個是一種 第二種是現在其實Edge Computing 其實是滿夯的 它其實是可以把所有的算力 分散到所有的物件中 來做一個所謂的分散式的計算 其實它對於一整個單一地區 所造成的耗電量 其實就沒有這麼的嚴重了 畢竟許多設備都仰賴電力 而經濟部也加強提升設備妥善率 目標為四年內完成跳電熱區的電力設備更換工作 可是說AI會造成大量的耗電 其實對AI會比較沒有那麼公平 原因點是因為晶片是晶片 伺服器是伺服器 AI重點是 就是相關的技術跟算法 我們會發現到說 當然你AI會需要使用到所謂的算力 可是我們反過來想 AI需要什麼 AI需要是人才 需要是技術 但是現在是一個全球化的時代 我們可以在台灣研發AI 但是算力不一定要放在台灣嗎 政府可能要訂一些相關的這個法規 就是說像是你的耗電來講 這個相關如果耗到一個程度 那你要必須去做一些考量 或是說一些像是探權等等的 這一些探稅等等的一些費用 那這樣子企業會稍微 截至一點會思考一下 就是說今天我是不是有一些 沒有必要的計算 那我不用自己去做 而是可以直接去買別人的這個雲端的算力 不過學者認為這屬於長期的計畫 就目前起步的AI產業來看 確實影響還不明顯 但怕的是未來 如果大量使用 會衝擊電力 甚至擠壓到該有的生活品質 還有製造成本 TVBS新聞 何將切丹斯特報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